芭比 芭比回来 芭比 回来芭比 芭比他回来了 我们今天又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要录很多新的节目 OK 然后 之前 然后 你闪了 总之就是 今天的这期内容呢 今天的这期内容呢 芭比 你就是不想让我说话是不是 芭比 今天的 今天的这期内容呢 就是给大家 所以说嘛 还是猫好 因为猫嘛 不整嘴说话 比如说我的猫 不用麻烦了 不用麻烦了 嘿嘿 请家 来 来吧 来吧 又来了 你要在镜头前做秀 是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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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先可以聊一会儿啊 来吧 来吧 OK 这个招摇嘛 是不是挺早就拍了它 好像是吧 然后最近他们说那个也很好看 东宫 没听过 但是就是说那个东宫 我朋友就说那个小说超级好看 真的吗 小说看三个 反正知否嘛 我看完了之后 对了 OK of course 但是他们都在骂湖南卫视 就比如说把七十几 对 我跟你们讲 我之前我就是在 之前那个三生三四 就有点这个样子 对我看同步更新的时候嘛 爱奇艺就有一个DVD版 然后我就看DVD版一集也就四十多分钟 然后湖南卫视也就三十五分钟 我就觉得没有少多少嘛 后来我前两天 我安利有朋友去看的时候 在他家就播开那种点播 瞎乱点 就点的是DVD版 我也没自己看 我看着我说 这段我怎么之前在看 每天追的时候 没看过这段啊 就整整啊 有一个完整叙事的一段故事 被湖南卫视给剪媒了 就是我就觉得 其实你要说那个东西影响主线多少嘛 也不至于 但是有它 一定这个剧会更加丰富 所以我是真的推荐 大家去看DVD版 而且知否这个剧是真的就是 我觉得还 也不叫真香嘛 就是你自己慢慢看 你会发现它别有味道 而且里面所有的配演真的 演得太好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爱奇艺的是 招摇的大广告嘛 我发现这个女的嘛 好挂上杨超越 有没有一点 但她比杨超越活得早 但是 她就是 我给你讲 斗外女神是不是 这个女孩叫白鹿嘛 我是怎么知道她的 就是淘宝 因为有一家店叫旭旧 就是虚旧的那个虚旧 用了她 对 就用了她很久 然后后来她 因为不再虚旧当模特了嘛 虚旧的销量还有一些影响 就这种 但是她 我跟你讲 据我之前对她的影响 因为她后来又和一个公众号 你应该知道 一个微博大号 叫猫的树 她是猫的树 比较育用的女孩 猫的树嘛 就不能张嘴 OK明白 她只能就是 静态 静态或者就是 动态的上下 对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 就是网红和明星的差别 因为嘛 猫的树啊 我回想一下 猫的树就是当时我 as a G 顶级的那种想法 就是我很想当猫的树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很喜欢拍照 我又是学电影的 然后我很想拍MV 我就是觉得 哇猫的树那种感觉 其实猫的树 非常清新对不对 对 我后来看电视剧嘛 你就知道 确实功力嘛 对我来讲 一定够了 不是 就是明显就 就出披露了 就是比如说 当她只有三分钟来给你讲情绪的时候 没有问题 思索 爱恋 痛哭 拥抱 男儿女儿类 青春类 就是说她切片式处理某个感情的时候 非常好 但是当你要去叙事的时候 其实她那些 没有fake 就是 复合型的小猫 对对 复合型的那个 就是有一些缺陷就露出来了 但她最近的有没有变化我不知道嘛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 嗯 反正猫的树是我当时特别想当的 她拍了什么电视剧 我和你的光检距离 宋威龙也 宋威龙这名字 宋威龙也算她捧的一些长腿叔叔嘛 就是你懂的那个tag 他们也在谈恋爱的吧 好像 对 当时那群人还起了一些的 嗯 但是 but whatever 而且我们今天一直在化妆的时候就在说 就说 我们总觉得今年的东西嘛 都不红了 就某种意义 就是不是那种全民皆知的 对 我们之前还谈 我跟她说的是 我觉得歌手不红了 画体度啊什么的 但她又用另外一个维度过来说服了我 就是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今年的歌手 然后我也跟她讲了不遍 她也看了一点片段 但是就是说 因为里面唱的一些歌 比较学院派也好 或者说 比较有距离感也好 就没有那么通俗嘛 她比较喜欢听通俗类的歌曲 就不分高低的啊 就是我的口味不在这儿 对不对 那么她就不怎么看 但我看哈 是真的我就每一期必追必看 然后呢 我是真的就是 好的歌曲真的是能打动我 我从第一期 吴金峰唱歌 我就哭 然后这一期是那个 就是齐玉唱那个告别嘛 也跟着哭 就她在背后 在星巴克买咖啡 然后我就塞着 眼含热泪就这种 因为我是真的觉得今年的歌手 节目组的操控性低太多了 什么意思 因为往年你看他们的剧 你会很明显的 就他们几季里面啊 你会很明显看得出来 今年的歌王是谁 比如今年好多人也会说 今年的歌王肯定就是刘欢嘛 我到现在却不这么认为 我不认为刘欢一定是今年的歌王 今年有可能会出一个 就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人都有可能 我就这样讲 就是如果今年的节目 杨昆当歌王了 我都不惊讶 这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 以往歌手可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而且今年你们看一下 先的请的这些阵容 就是他今天还跟我讲 他觉得今年应该歌手 可能是不是就最后一季了 我呢觉得是两个方向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就讨论过 只是没有剪出来 就第一期歌手播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聊过这个话题 我觉得是两条路 一有可能今年是所有歌手 整个的最后一季了 但也有可能今年是 接下来一个新维度的 一个更高级的 一个更神仙打架的 一个更适合小众的 并且更体现音乐水平 引领口味的节目的新的开始 因为今年的歌手太不一样了 包装内容 人缘选择歌曲的选择 都不一样 我今年有个最大感受 我今年挑不出 任何一个人唱的不好 我往年都挑得出的 有谁也行 我就觉得你该走了 你不要在这唱 你唱什么唱啊 你赶紧滚吧你 真的我就毫不留情的这种 然后如果我就觉得 唱的都不行了 我就直接气 像去年那一季我就觉得 我直接气掉 我根本看不下去 我看一半我就觉得 没有办法提起我的兴趣 但今年你没有 我不觉得任何一个人唱的不好 只是说这个歌 你喜不喜欢的问题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比如说这次收视率就降低很多 收视率 话题度 对他就觉得一点都不红了 这个节目 但实际上我就会觉得 今年歌手就不是为了要红 他就不是为了要红 我说这个东西还真不一样 你会发现 有的人他努力想要红 但他一直就是在那个红的边缘徘徊 一直就离爆红一步之遥 但歌手难道没有红过吗 洪涛这帮人 根本不是吃素的 所以说他今天说的这个话题 他一个大前提就是湖南卫视在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那就是非常能够想得通的 也非常能够站得住脚子了 因为我觉得用心的观众也一定能发现 湖南卫视一定是永远的先锋者 对 而且你们看一下 歌手这个真的可能就是 我来是一个因为纯禁忌类 然后欣赏类 那我可能现在偏了 我不需要那么多的大众影响力 我真的变成一个牌子在那 就是我是个歌手 不管是流量也好 小流量实力也好 我上去了 相当于是对我自己的一层都出了 对 而不是需要观众来对他认可 对 他已经变成一个牌子了 他就是一个很高级的平台了 就是他刚才举的这个点 就是比如刘雨宁前正浩 即便他们踢管失败了 但是从我的角度上 因为我真的这两个人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最开始他们来的时候 我都是那种 你们知道 Who are you? I don't know her 就这种 但是我看完这种 嗯 看得好 但你们想一下 如果像刘雨宁 钱正浩这种 就是比较偏流量一点的 偏通俗一点的歌手 他如果不来这种舞台 你还是会觉得说 就是那种 就好像我随时都可以鄙视他 比如钱正浩 如果我不是一个追星族 我不是一个这种 我就觉得 怎么嘛 你这种小明星 你谁呀你 然后钱正浩在那个节目里面 因为你没有看那段 就是他 他开头他就说 你们就是你们先听 你们听我唱 唱的是什么 就是偶像也可以 真的很好听的 就是他在那个平台上 在这个场合里面 说出这种话 你不会觉得他自大 你只会觉得他 非常的真诚 但他如果去一个 那种很浮夸的舞台 博人演出的舞台 他说 你们就来听我啊 就是下面的观众 就都是他受众的时候 他来说这种话 你反而觉得不真诚了 我不知道大家都明白 我就表达 所以说今年我就觉得 今年的所有的歌手 都觉得 哇 这真的做的特别的好 而且我觉得 大家 就是你看这种老牌综艺 其实现在已经 从湖南威势 基本上来讲 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 一个另外的维度了 但是湖南威势 又在另外一个方面 来开始造维度了 是什么 那就是reaction 观察那种 对对对 你们看最近的时间 湖南威势的综艺 我跟你讲 刚才提到 湖南威势先锋性 你们其实冷静下来 回想一下 当我们真正有户外综艺 比如说奔跑到大兄弟 比如说爸爸去哪儿 等等这一系列的综艺 突然开始遍地开花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还是湖南威势 是爸爸去哪儿最先引入国内 global的 对 然后一下子变成全民式的了 然后大家才开始 大家才发现 哇哦 明星也可以这么这样 而且 戴娃上综艺 还有外出 在户外做这样那样的综艺 而不是室内了 对 而且去强调 国内是可以有综艺咖这个人的了 就国内会 就不像台湾那个综艺咖我们不会说 就是国内真的会有综艺艺人这个称号了 就比如说什么杨迪啊 魏大勋啊 这些在我这都是综艺艺人了 他们这些人能出来的 湖南卫视是绝对是 对有一定功利在里面的 而且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就因为对于综艺这块啊 我们两个其实都有很多看法 就是今天我们只是 今天这一期就是一个杂谈嘛 小说一下 我们的秀岛杂谈嘛 你一定要发现我跟你讲 就是今年 首先我不说了 第一个一定会 大家也可以去参与的 就是Vlog 对 Vlog 全民Vlog 为什么大家的OSMO会卖这么火 为什么最近包括我们的什么 G7 Mark II 会卖那么好啊 G7 Mark II 我一直以为就是像我们拍Vlog 或者是那种视频的那种网络博主嘛 后来发现还不是 因为像小红书上面有很多女孩嘛 就给大家试唇色呀 试什么眼影啊什么 都用这个拍 都用这个相机拍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 这刚才说的是Vlog嘛 还有一个最主要就是 刚才我们提到的Reaction 对 你们看一下 活动卫视现在的所有综艺 全是观察类综艺 我家那闺女 虽然这个我家那小子就是 我家那小子就是 我家那小子就是抄袭嘛 但是 这期节目你看 虽然全第一阵是韩国人最先兴起的 但是韩国也是磨了很久哦 你们要知道这个综艺 最开始这种Reaction的 在韩国存活下来的 第一档 就是这两年特别特别火 终于能顶了的 我独自生活 也是我一度非常非常喜欢看的一个节目 因为现在就是说 那个节目你们懂的版权问题嘛 不是那么容易好找到 所以我都就是空了一段时间 没有去跟了 但是其实那个节目很好的 然后紧接着马上就出现同窗异梦 然后出现了我家的熊孩子 这一节目 然后中国马上抄马 湖南卫视嘛 抄抄抄嘛 然后包括慢综艺 慢综艺是去年特别特别火的 不然就不会有什么 这就是我有收拾惯性的东西在的 就是我们一想到娱乐节目 就会去看湖南卫视 那我就在想 那像现在这种Vlog 是特别适用于谁 就是那种二红不红的明星 半红不红的明星 你们看着嘛 或者说上升期的明星 或者是小明星 B站我觉得今年肯定会出 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明星的B站 之前你们看到的就是欧阳娜娜 这个影片大家很熟悉的 我从来一期没看过 但是我通过首页 我就能知道 现在Vlog25了26了 怎么怎么了 然后前两天上热搜的 乌蕾 对吧 然后王菲菲之前 我们也在首页也看到了 虽然菲菲姐还不是很认真的 在去搞她的这个嘛 但是明显那个是她自己的官方号 而且我觉得这个对于明星来讲挺好的 对 就是又是一种阶级明星的 特别是那种不怎么红的 就二红不红的 你顶流嘛 真的还是要有神秘感的 但如果是那种 就比如说 因为吴蕾在我这都不是特别红 你懂吗 在我这特别红的是 范蕾兵兵 范蕾兵 这种 范蕾兵 王菲 赵薇这种 我不要老 就是星光玉他们那种 比如关键他们出个Vlog 马上迪力热巴出个Vlog OMG 这个杨蜜马不要出Vlog 杨蜜马 我爱你 爱你 我很爱大名秘 所以我就觉得Vlog也好 然后观察类似的reaction 也好 就 It's a trend 但你说它会像慢咒影一样弄多久 我们尚且不得而知 对 大家不得而知 我们就希望以后 你们能够在其他的地方 看到我们的声音 为什么我们画风一转 会转这么轻 但我就觉得 对 就这么多吧 就是关于中的声音 因为我关于亲密很想说的 你就不知道亲密的拍着去 OK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又是 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是给大家 逼逼逼最近的一些综艺啊 以及我们一些小的观察啊 也是聊天室的内容 就是 秀到咋谈嘛 我们的观察节目 OK 今天又瞎逼逼了一大堆 然后又回归到说我们自己 总之就是需要你们更爱我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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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